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歡迎收看今個星期的Man's Journal 昨天我終於可以看到等了好久的Venom獨魔了 之前只是預告片 就在短短24小時裏面累積了超過6400萬的瀏覽量 Marvel的Universe真是不簡單 這套戲有多好看 相信不用我多介紹 大家都會自動自覺去看 但是看了Venom的朋友有沒有留意到 男主角Tom Hardy的戲裏面手上帶了一隻什麼錶呢 原來都是同樣來自英國軍事碗錶品牌Bremont 這隻Youtube 51Jet型號設計靈感 在Bremont為英國皇家空軍100宗隊員特別開發 專屬康T1軍事機師的碗錶 其實100宗隊是1917年第一支發動夜間空襲的超精銳部隊 鑑於這支夜行部隊行蹤神秘 所以這隻碗錶的整體設計都是偏向暗黑、陰沉 連背面都是用上霧面黑色的錶鏡 隱隱隱約地看到機身的運作 名副其實是一隻Venom錶 所以經常都說黑色真是永遠都是最型的 好像Leica一樣 在前年推出了一部叫Sofar的即影即有相機 顏色的選擇還有很多 不過傳統的黑色就沒有出到 最近Leica終於出了眼黑的配色 還在機身用白色印上Sofar的字眼細節 其實這款即影即有除了基本的拍攝模式之外 還有自拍和定時自拍功能 系統還會自動調整光圈和曝光時間 而且一般的即影即有在拍攝配置上都不太全面 但Leica作為攝影界的大師之一 出的即影即有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搭載Auto Hector的定焦鏡頭 對焦距離還可以在任何程序下單獨設定 大家在拍攝上的尺度就大得多了 今集就說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Happy Friday Bye Bye